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Firebase 今天是第十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VUE加Firebase的协作开发 上一期其实给您讲了一点点的VUE 那个是WIT加VUE 部署一个静态网站 今天可不是了 今天咱们要用VUE加Firebase 同时通过VUE工程的方式 咱们要读取到后台的数据 然后用VUE编程的方式 把数据显示在画面上 这样的话 VUE和Firebase就联合开发 咱们实现这么一个效果 那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前端框架 一个是后端框架 就端完 我还给写错了 稍等 前端框架 咱们可以用VUE 用React Angular都可以 后端 咱们框架在Firebase上 快速完成咱们一个网站的开发 今天我给您介绍是VUE的版本 如果有兴趣 今后我还可以给您介绍React 好不好 目前Angular好像用的比较少 OK 今天咱们用到的工具是 大家请看 用到是VUE的工具 命令行工具 上期咱们用WIT WIT现在对Firebase一些酷的支持 不是特别好 但是命令行工具 确实非常的好 那么今天咱们采用命令行工具 咱们先手续 马上开始 今天课程可能会有点长 我说话可能会快一些 好的 马上进入今天实在演习的部分 首先您要安装一下命令行工具 我本地已经安装成功 我就不再给您安装了 那么干什么 我给您看一下我本地的最新的版本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现在用的版本 是VUE的命令行工具4.5.10 好不好 我今天用这个工具 给您演示具体的 如何连接Firebase的开发过程 咱们马上开始 是这样 我一般都喜欢使用VUE的UI 建一个工程 今天咱们就用这个工具 建一个工程 咱们试一试 Go 这工具设计是真的非常好 大家请看 会打开一个控制台 然后咱们选择新建 咱们新建一个工程 对吧 选择新建 没说的 然后名称 咱们就叫做myweb 好不好 然后package管理器 我一般都有npm 然后getcoup我不选 然后咱们下一步 然后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因为VUE3还是预览版 所以说今天咱们选择是VUE2 VUE2成熟稳定 一般来说 咱们如果现在再建新工程的话 我还是不推荐您使用VUE3 还是推荐您使用非常成熟的VUE2 因为咱们就算用VUE3 好多语法 其实还是2的语法 并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正在安装 咱们看看后台 正在给咱们建立一个工程 这个VUE 大家请看 这个问题就在于这 这个VUE的CRI的控制 这个命令行工具 就是让咱们感觉非常的慢 对吧 上一期我给您用VUE的键 非常的快 是吧 不管是安装工程 初始化工程 还是咱们调试运行工程 都非常的快 VUE真的就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所以说 在这个VUE正式没发之前 咱们没办法 咱们还只能是用CRI 对吧 并CRI知识功能比较多 而且咱们可以非常简单的 导入第三方的库 还有可视化的工具 那咱们干什么 不用CRI工具呢 对吧 目前还是有点慢 咱们就等一下吧 OK 工程中完之后 咱们回到咱们的课件 工程中完之后 咱们需要导入几个项目依赖包 首先 其实您可导可不导 但是我按照我标准的 我使用这个VUE工程建立的方式 我是要标准导入这几个包 第一路由 咱们肯定要 对吧 咱要做多页面 肯定需要一个路由 对吧 这是跑不了的 同时咱们还需要一个VUEX 为什么呢 咱们要让所有的页面进行状态管理 统一在哪个地方管理数据 那么就统一 用VUEX这个工具 把各个页面的共同的数据 统一在一个地方进行管理 包括对这些数据的维护 以及增删查改 对不对 好 咱们装完这两个工具之后 还要再装一个VUEFile 它是干什么的 这个VUEFile 它是把VUE和Farbase连接起来的这么一个库 这个也是VUE官方支持的 咱们可以安装一下 咱们点击这个 依存这个地方 选择安装 对 大家注目注意 我这个页面怎么会是日文的 大家请看 VUEFile对吧 它是官方软件 咱们进行安装 go 这个工具安装完之后 并不算完 咱们还要再安装一个Farbase的包 让咱们这个VUE工程 支持Farbase的各种功能 对吧 一定要安装 不安装 咱们怎么用VUE去连Farbase呢 对不对 好 咱们就试一试 选择追加依存 这个地方 选择 然后选择这个Farbase 大家请看 有300万个下载了 所以说大家用的还是比较多 下一步 是这样 一般我个人来说 下载量少于100万的工具 一般我都不用 一般我都不用 除非说官方推荐 新出炉的工具 官方推荐 可能只有几万下载 但官方说 我官方支持 这个工具 我可能也会用 否则的话 一般我很少用这种 怎么说呢 只有零星的几十人 几百人的工程项目 工具 我一般用的也是比较少 可能是我 可能是我个人比较保守 是吧 不喜欢挑战新事物 其实我不是 其实我喜欢挑战新事物 但是我做客战 不能够这样做 尤其我是为客户服务的时候 绝对不可能说 我拿一个beta版 来吧 咱们就用这个吧 一旦现场发生问题的话 你没法跟客户对应的话 好 咱们先手续 咱们建完了依赖包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这个工具 就可以不要了 咱们把它停掉 咱们先轻上屏 然后RS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刚刚建的文件 就是这个工程 就是这个地方 咱们进入myweb 没问题 这个是标准的 Vuecli给咱们建的工程 咱们可以使用code把它打开 没有问题吧 这打开在这个地方不太好 我调整一下我的位置 咱们打开在这个地方 把它拽过来 好吧 咱们放在这个位置 OK 这个是咱们建的工程 然后按照我的代码 咱们可以做 暂时咱们做之前 咱们先运行下代码 确保我当前的工程 没有任何的错误 好不好 先清评 因为有时 咱们刚建完工程 就编代码 突然间出现错误了 咱们不知道是代码的问题 还是工程件的问题 好 看来是没有问题 咱们访问一下 本地的8080 确保咱们整个工程 是正常运行 大家请看 我这开了那么多的窗口 没有办法 今天开窗口有点多 刷新 没问题 说不咱们工程建立成功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 这打包编译 咱们一会儿做 现在先不做 咱们跳过去 下面咱们应该让咱们的web 支持Firebase 以便于咱们一会儿部署 对不对 OK 那么咱们在工程下 需要运行Firebase NIT 咱们回到命令行 清评 执行Firebase 初始化 OK 选择支持哪个服务 主机服务 没说的吧 然后这个地方 选择一个存在的工程 就是我现在这个 MyFirebase 然后这个文件夹要教DIST 为什么 因为咱们是这个VUE工程 对吧 是不是单页 是单页 是不是靠这个用这个GitHub 连接 咱们不连接 OK 完成之后 那么咱们本地就有了Firebase的功能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做 这些东西 下面这个本地调试 包括部署 咱们一会儿再做 咱们先往下走 咱们先干什么 咱们先给咱们这个VUE工程里面加点功能 让它可以读取到Firebase里面的数据库的信息 好 咱们就做 首先大家请看 在这个main.js里面 咱们引入刚才那个VUE的Fire包 好不好 在main里面 在这个地方考虑过来吧 引到咱们的这个VUEFire这个包 对吧 让它和Firestore进行一个连接 因为咱们今天是仅仅用到了Firestore 所以这地方咱们只useFirestore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样 咱们要编一个和Firebase进行连接的 这个初始化的文件 叫做什么 叫做db.js 把它放在这个Firebase目录下 好不好 咱们马上试一试 Firebase目录 在这个SRC下 咱们建一个Firebase 可以吧 在里面 做一个 在里面咱们拷贝上db 为什么db 以后比如咱们有这个分析的 有用户认证的 分别都单独秀建一个文件 以便于管理 好 在db里面 咱们拷贝上Firebase初始化的这些个代码 这个代码 大家跟我一样拷贝就可以 拷贝完之后 现在还不能用 为什么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这样 Firebase的新版本 在初始化应用程序的时候 是不用提供这些个key了 它在网站端会自动给咱们提供 但是现在因为我用的是VoE的Fire 它的插件还不支持最新的功能 咱们为它手工需要提供一组访问key 好不好 那么咱们就提供一下 怎么提供 大家进入网站 然后进入咱们的项目设置 里面咱们不是打开了 咱们不是新建了一个网页工程吗 对吧 叫做myweb 在这个里面 大家请看 默认的现在Firebase的支持是自动部署 不用提供key 可是咱们现在 我刚才说了 咱们现在VoE的Fire还不支持 那怎么办 咱们选择CDN 或者选择配置 选择哪个都可以了 对吧 咱们要的是中间这些个内部key 通过这些内部key 您就能够访问到数据库的内容 这个其实有安全隐患的 换句话说 您拷贝这些key到您的本地 您运行的话 您也可以访问到我的数据库 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咱们在生产环境的时候 这个地方 您应该要对服务器端 对各个资源要做严格的部署 严格的权限设定 才能够保证 获得这些key的人 也不能够访问到您的后台资源 这个是一个有安全隐患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 好 咱们给您介绍完安全隐患了 把这些key拷贝过来 替换掉这些代码 OK 替换完之后 回到咱的课件 咱们往下接着走 咱们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要修改一下 Halloware了 其实是这样 咱应该建一个新的组件 我为了给您简单演示 不想让课程太长 咱们就修改这Halloware了 就完了 好不好 在Halloware里面 加上一点咱们自己的代码 好 试一试 Halloware是在组件下 这个里面 把这个代码都删掉 删掉 替换到咱们的代码 然后整一下行 两个空格 两个空格就两个空格了 后面下面这代码 调试的代码 暂时留着也行 删了 OK 代码让它更简洁 我删掉了不必要的代码 然后呢 然后是这样 咱们现在还不能够用 对不对 咱们需要干什么 咱们需要把咱们刚才的 建的这个Firebase DB引用进来 然后呢 请看这辈子是今天最重要的地方 咱们初始化DB 然后呢 通过DB对象 咱们可以直接读取到后台的表的信息 或者说集合的信息 那您干的是什么 您要干的就是把我这代码拷一过来 还有拷贝到这个地方 替换掉的脚本 脚本部分 然后整一下行 没问题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我代码就算编完了 咱们可以通过VoE 这个Hello这个组件 就能够读取到我数据和后台 To Do's这个表里 或者说这个集合里面的信息 咱们先不运行 咱们先看一下 我这个集合里面的信息都有什么 大家请看 To Do's这个地方 有这么多信息 买书 看小码视频 是吧 OK 那么咱们就要读取到它 并且通过VoE的方式 显示在画面上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编码部分 咱们都编完了 接下来咱们就应该 本地调试运行一下 VoE怎么本地调试运行 代码都有 看这个地方 拷贝过来 好 试一下 我清一下屏 然后go 本地调试 你看它得编译 人家Vito就不用编译 OK 成功之后 访问本地的8080 给您访问一下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我再刷新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内容 是咱们读取到的数据库的内容 对不对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VoE成功的连接到了后台的Firebase的数据库 而且读出了它的内容 对吧 其实这地方是有安全隐患的 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OK 既然咱们成功的读到了内容 然后咱们需要把这个程序进行一个打包 为什么 因为我想部署它 那咱们先打包 VoE的打包工具 会把所有的文件 打包到本地的DIST里面去 对吧 OK 打包完成 完成之后 干什么 咱们应该去部署 在部署之前 我想通过Firebase命令 咱们先本地 看一下 我的程序是不是可用 咱们本地调试成功之后 咱们才应该去部署 对不对 好 那咱们清一下评 然后 看一下这个Firebase 大家请看 本地这个地方 确实指的是DIST的目录 发布目录 说明本地的环境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那咱们调试一下 Go 正在运行 好的 本地5000端口 咱们试一下 本地5000端口 在哪呢 Go 大家请看 我现在运行了 可不是VoE 内部带的一个HTTP的Server 而是现在咱们框架在Firebase上 对不对 OK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现在的本地的程序 打包完之后 Firebase成功认导 而且成功读出的数据 那么咱们现在就可以部署了 怎么部署 非常简单 大家请就这句话 可以把它部署上去 部署到咱们真正的 internet的网站上去 停调 清一下屏 然后通过这条命令 往Firebase主地上部署 部署应该比较快 而且它是差分部署 纸部署和服务器端文件不一样的那些个内容 好不好 它可能比时间串 可能会比size OK 咱们成功的部署 然后通过这个网址 咱们访问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访问成功 今天最后的测试 大家注意看 我给您开个新的 在这里面咱们访问一下 试试看 Go 大家请看 我现在可不是在本地 我把应用已经成功的部署到了Firebase主机上去 而且成功的显示出来了信息 这些信息 就是Firebase它里面自己的数据库的信息 完全的没有问题 比如我改一下 比如说我把字段改成 看小码视频 这个五个咱们改成五千行不行 五万行不行 更新一下 更新五万了吧 回到咱们的控制台 大家注意看 它动态的数据库也更新 我前两天视频给您说过 对吧 它会侦测数据库的信息 然后动态的刷新页面 这个是Firebase给他们提供的SDK 强大的地方 好不好 OK 今天的内容都给您演示完毕了 您觉得内容好有点多 但是却是非常常用的功能 您用我今天给您介绍的技术 您就可以用VUE的框架 再加上强大的Firebase后台 开发您自己的应用了 我认为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 有点长啊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访问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谢谢大家